今天問一下欣欣 所以有一個朋友的婚姻 出現問題 結果最後是參加原程法會 挽救回來的 那我這個朋友說實在話 還滿令我羨慕的 她是個貴婦 那所謂的貴婦是說 因為她的老公是做那個 高價跑車的那種買賣 所以說你的獲利就很不錯 老公就跟她講說 其實我們家就是有兩個小孩 你就在家裡面 專心帶小孩就好了 那經濟方面都是全部由我來扛 沒有問題 好 那你知道嗎 那她老公做業務的話 是不是也是會有一些應酬 這些事情 應酬有的時候也是會到很晚 可是這個老公 她無論應酬到多晚 喝酒到多晚 她都會回家陪著老婆 然後在週末的時候 禮拜天就是所謂的家庭日 所以其實對我這貴婦朋友來講 就會覺得說 其實她這樣的話 其實也是個好老公 很美滿 對 然後也是個好的爸爸這樣子 好 可是事情有時候 人生就是無常跟很難說 有的時候她就開始發現說 後來她老公就開始有點 開始走樣了 看她的手機裡面 手機開始有一些年輕正妹的一些照片 然後也穿得很性感 那當然老婆就會問她說 這些妹是誰 老公就會說 她就只是一些你知道嗎 車子的一些模特兒 跟我一些拍照 車模 對 車模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明明有一個默契是說 每天都會回家 發現你應酬到 她開始業不歸營 她不回家了 然後呢 明明很重視兒女的老公的家庭日 她也取消了 家庭日拿去幹什麼 去出差 去出差去做什麼 她也不知道 好 這個時候你也知道嗎 身為一個正公跟老婆跟女人 你就會有所謂的第六感 你就知道說 她應該是外面 有一些搞七年三 碾花惹草的事情 沒關係 我就是看破不說破 我就想說 看你到底能夠在搞什麼鬼 可是我跟你講 有一天她不得不面對了 為什麼呢 她在她老公的車上 發現了一件 性感的女性的情趣內褲 哈 肯定有了啦 我跟你講 你是老婆 你看到硬生撐在那邊 你難道還能夠自我催眠說 這是老公要送給我的禮物 怎麼可能 或者是生活在裡面換衣服 然後忘記 對嘛 怎麼 不可能啊 也這麼可能嗎 沒可能啊 對啊 老公這就是跟你講說 反正就是一些露水姻緣 就是一些 在外面風場作戲 你也不用太認真 然後就跟她講說 我告訴你 反正呢 這個老公竟然也鐵了心 告訴她說 我是會覺得說 我們婚姻當中呢 好像也沒有什麼 感情的連結 我想要離婚 老婆就想說 我到底做錯了什麼 你一下一開口就要離婚 那這個時候呢 老婆就會覺得很煩 那你知道 人心煩議論的時候 有一個老師就跟她講說 那不然的話 你去看看你的原成功 發生了什麼事情 因為你知道嗎 當你的家裡面 家庭不和諧 然後呢 這個婚姻不美滿的時候 這跟家有關的東西 有時候老師會建議你說 你去看你的原成功 看一下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他就說 好 那星星啊 你陪我去 那我也是很好奇 我就陪他去 那他告訴我說 他看到他自己的原成功 第一件事情 我的原成功是個 美輪美奂的豪宅 還有游泳池 不錯耶 跟我這個家大業大的感覺 還滿像的 可是他就發現 他們家的大門 已經生鏽跟青腿 那個已經腐敗不安了 然後他再走到 他們家的這個客廳 客廳整個就是陰暗 堆滿了雜物 然後蜘蛛網跟灰塵遍布 就是很糟糕嘛 表裡不一 好 接下來再走到臥室 臥室這個地方就精彩了 他說你知道嗎 第一個我在臥室的床上 主臥室的床上 看到了一個限量的名牌包 我說那這樣子可以去拿嗎 這是你的嗎 他說那不是我的名牌包 他說我發現你知道嗎 有一次我老公公司的餐會 正好有一個女生他來參加 他背的就是這一款 限量的名牌包 那你知道 女生對於包包會有好奇心 敏感度也很高 然後大家就繞著那女生說 你這個包從哪來的 怎麼獲得的 因為這個包是有錢都買不到 所以就想說這個女生 他就覺得印象很深刻 他就想說那這個女生 既然我在我的 原成功的主臥室的床上 看到這個包 那難道這個包 這個包的主人 應該是跟我老公 有什麼樣的連結吧 這是第一個 第二件事情 他在他的梳妝台上面 看到一個車牌 我跟他講說 誰會把車牌放在 梳妝台上面到底要幹什麼 他說不是 是車牌上面的號碼 8888 我說888888 很好啊 不是你對來講不是一個加持嗎 他說不是 因為那個也不是我的車牌 也不是我老公的車牌號碼 他就說 我跟你講 說實在話 每次我去我的 我老公的公司去找我老公 他就發現這一台車 有這一個車牌號碼叫8888 那我想請問大家 這一個車牌號碼 發發發發 一定是花心思花錢去買的 對不對 好 然後這個時候他就想說 糟糕了怎麼辦 他就去問他老師 老師就跟他講說 其實你先放心 這兩個都是爛桃花 可是爛桃花現在已經 有兩個喔 對 一個名牌包 一個車牌 都是跟他老公 可能都是有連結的 等於說他老公沾染的女人 有外遇女人 不是只有一個 有兩個 所以老師就跟他講說 現在是你不用擔心 他就是爛桃花 他不是你老公的證員 你還算是大老婆跟證公 可是我跟你講 爛桃花親門踏戶 清門踏戶的意思就是 你原成功出問題 老師就跟他講說 我告訴你 在彰化漢堡這個地方 他有一尊是斗老新軍 他專門是在主管原成功的 好 所以我這個朋友就想說 原成功他就跟他講 老師跟他講說 你的原成功應該要修復 我那時候就想說漢堡 因為太令我印象深刻了 所以那時候我就跟他想說 我好像去過 我還求了簽 還滿不錯 還滿準的 好 然後我這個朋友就說 他有這個補原成的法會 然後他到現場來 他就拍了照片給我看 整個外面我就覺得 磁場 我說天啊 那一天我那一抬頭一看 就是這個匾額 讓我會覺得特別的安心 磁場很合 然後一顆心就平靜了下來 首先這一尊是九天玄女 然後剛才講到說 主管我們原成功的 是這一位斗老新軍 他是長這個樣子 好 那斗老新軍 他們就是要辦這個 所謂的補原成的法會 他就去參加補原成的法會 參加完以後 他告訴我說 我跟你講 真的很神奇 兩個禮拜以後 他說我老公啊 我也沒有跟他要談什麼 我老公就先跟他講說 也沒有跟我要談離婚了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我老公他會回家了 他會回家 我說那這說實在話 是個好現象 因為夫妻真的不能離異 還是要同床 要同床老公會回家 同床而睡 表示你的感情才會有 這個死灰復燃的機會 那接下來的話呢 他老公對於兒女之間的 家庭日又恢復了 等於說又變成一個 很好的爸爸 對他來講也是越來越體貼 等於說對他的感覺 他的觀察是 老公似乎就這麼 浪子回頭經不壞 就回頭了 你知道嗎 好 那這個時候他不死心 女生就會有一個好奇心 想說這個 那請問一下 當初在我的原成功的 主臥室的床上發現 背限量名牌包 跟發發發發車牌 這兩個女生 現在到底在哪裡 然後他就去探訪 探訪了以後就有人告訴他說 首先第一個 背限量包包那個女生 他去搞博弈 搞博弈這種去洗錢的 這種東西 所以說後來人是逃到國外 人間蒸發就再也沒有 回到台灣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那個發發發發車牌的 那一個女生 她就是掏空公司的那個 掏空公司的那個款項 然後就吃上官司 被關進大牢就服刑 等於說這兩個爛桃花 就此遠離她的老公 好 那我跟大家講 我的老公當時 從美國搬回來台灣 我那時候就鋪了一個梗 我老公真的是 也是狀況很多 為什麼呢 因為他在美國是當公務員 公務員的話 生活是非常規律的 可是那個時候 他在台灣找了工作 他必須要坐捷運 從明德站要擠 跟大家擠這些人潮擠 擠沙丁魚擠到台北小巨蛋 他就跟我講說 他還沒有到公司 他人都累了 然後接下來進公司要打卡 他就覺得很有壓力 然後整個公司的生活步調 公司步調讓他覺得壓力很大 他開始喝酒 我想說我的老天爺 一個男人在美國 他是不太喝酒的 到台灣就開始酗酒 酗酒的話我跟他講 講都講不聽 那接下來又碰到我補習班 我被裁員 被炒魷魚 這是不是就是內憂外患 雞飛狗跳 雞蠢不寧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我覺得 我也沒有辦法了 我想說我必須要去參加 這個補員程的法會 我想去造訪一趟 我想去試試看 我覺得我們家也是出了狀況 所以我自己親自也去現場參加了 我跟你講參加以後 我老公有很大的改變 他是自己想通的 因為我跟他講他都不聽 他自己想通就跟我講說 老婆我真的覺得 我必須要振作起來 久不能再喝了 我說很好 謝謝你 然後他那時候工作也出狀況 他也丟了工作 我跟你講事情就是這麼玄妙 他有一天去超市逛街 竟然碰到星探 星探跟他講說 我們公司是經營那個 經濟公司是經營外國人的 那個model的經濟公司 我覺得你的長相不錯 你要不要來我們公司 我們幫你免費拍宣傳照 然後呢 幫你接一些拍廣告的case 我跟大家說 他的case後來接到的 竟然是知名的電腦品牌 跟知名的航空公司的廣告 還有知名的車的廣告 他都接到了 所以我就覺得說 有的時候 老公有那麼帥嗎 憑什麼 老公是帥的 老公是帥的 好想看 有看過嗎 篤林哥先找一下 有 還不錯 不錯喔 對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 有的時候 當然對於我來講 我自己是個 自己肯努力的人 那個時候我去捕原城法會 其實我有跟斗老新軍講說 斗老新軍其實在捕原城 我自己一定會努力 我希望是由你 透過你 幫我把家裡面的 一些不好的磁場 趕走 可是我自己會努力 所以我覺得今天就是 所謂自住得人住 得天住 得神住 大家 你才會有那個證源 然後才會有貴人來幫助你 很誇張 你們兩個 帥恩愛的 對 就 感情很好 我老公也是有 荒腔走板的時候 可是要謝謝斗老新軍 就是 補原城 加魂萬事興就是這樣 唉唷 怎麼補我 雞飛口跳都不會 加魂萬事興才會 原城宮要漂漂亮亮的 讚 大門就是要修得很好 才不會有什麼 爛桃花闖進來 你家亂七八糟的 小偷都會進來 歡迎的命理大師 現在都在 命運好好玩 開運服務 包含 神準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祕法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 吃 碧 吃 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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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